安华将在下周二宣布出好消息 马来西亚有救了 纳吉释放了 还是Hurry Ray放一个月价 还是买股票不用给樱花税了 还是什么 你有想到是什么好消息吗 欢迎留言猜测 猜对有惊喜哦 到底可能是什么好消息呢 点个订阅 我们一起来解读 北海十四日讯 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利安华说 他将于下周二正式宣布几项好消息 安华周五在巴东部马拉公益大学 出席联邦和宾州公务员感恩集会上 如此表示 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是什么好消息 较早前 安华在会上指出 公务员的生活负担与收入已不成正比 他是时刻挂在心上 一旦国家收入回升 他会调整公务员的薪金和津贴 首先必须先考虑的领域 将是维持国家公共服务秩序的公务员 他呼吁公务员 必须提升工作效率 联邦和州政府公务员必须联手合作 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 团结政府立资本市场 近年来 马来西亚一直处于政治不稳定的环境中 短短几年时间 就已经换了多位首相 这对资本市场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政局动荡 常常导致政策的频繁调整 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如果投资者选择退缩 或者外资不再来到大马投资 那么市场将失去活力 本地商家也将受到影响 营业额下滑 利润无法达到预期 企业便难以进行上市或并购等资本活动 政局稳定 吸引投资 去年11月 全国大选结束后 由拿督斯里安华担任首相的新政府成立 我国的政治环境开始稳定 这种稳定将有助于恢复投资者的信心 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市场 政府也将继续实施 吸引外国投资和支持本地企业的政策 以提高我国的竞争力 这些努力将有助于加强市场的资本运作 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成长和发展机遇 在团结政府领导下 第二次提成的2023年财政预算案中 我们发现到有许多利好资本市场的政策 其中之一就是上市公司的税务减免 政府将延长对创业版和杰出企业加速平台 利用市场上市费用的扣税期限 扣税额高达150万令吉 直到2025年 该扣税优惠也扩大至遇到主板上市的科技型公司 建议推出同股不同权 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护企业家权益方面 也建议了一系列措施 其中之一是推出双层股权上市模式 Dual Class Share Listings 也被称为同股不同权 这种模式是指一家上市企业的股票结构中 存在不同投票权的股份 这种安排指在保护公司的创始人 及重要股东的权益 因为在企业进行多次融资活动后 创始人的股权可能会逐渐被稀释 最终导致他们失去控制权 通过同股不同权 公司创始人可以通过拥有特殊的股份 来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 这些股份通常享有多倍于普通股份的投票权 使得创始人可以在公司重大事项上拥有决定权 一般上B类股通常都是创业者的首持股权 通常每一股有多个投票权 绝大部分都是留着不卖 以维护自身权益 B类股是由大众持有的股票 通常每一股有一个投票权 鼓励大企业来马上市 同股不同权可以解决资金与控制权难以兼顾的问题 因为提供了企业家一个既不流失控制权 也可像公众集资的方法 这赋予企业家选择公司资本结构的自由空间 这样一来可以鼓励更多本地企业家往上市之路发展 实际上也有利于大型企业来大马上市 另外政府将加强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TRX 作为大马国际金融枢纽 以吸引全球金融业来马投资 同时更会加强柔佛伊斯干达的发展 通过设立金融特别区及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吸引国际投资者及熟练员工留在我国 这些举措无疑是一支对资本市场的强心针 加强了本地企业家及国际投资者的信心 为了增加税收 新公布的预算案中政府也透露了将研究 在明年会针对脱售非上市公司股份的盈利 征收资本利得税 同时也考虑到不影响外资及资本市场的情况下 这项政策将不会实施在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依然无需缴交资本利得税 因此不受影响 这说明了政府也在努力保护及刺激大马资本市场 LIP转板框架中出炉 首相在3月中时也公布了市场期待已久的好消息 安华表示 证监会和大马交易所将联手推出LIP转板框架 帮助在立板块上市的企业无缝转到创业板上市 政府宣布的种种利好政策都在大大鼓励企业家往上市之路发展 也在引领着资本市场的蓬勃 在3月底商家们翘首以盼的转板机制终于也出炉 这个机制的发布至少给商家带来了方向和更加清晰的前景 使得他们不再需要在摸索和猜测中浪费时间和精力 在整体上 政府政策对资本运作的影响至关重要 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各种政策 不仅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和稳定 也能够对企业的投资和融资决策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 在多项政策习惯下 相信大马的资本市场将会继续蓬勃发展 为国家的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读完了报道 你猜到了吗 不妨留言猜一下 也可以留言讨论 把自己想到的好消息写出来 共同提升和进步 这里是谷歌财经 订阅频道 更多好料 都未知